为大家安装这个支架 首先把这个头枕往上面移 往上面调整一下 这个两根杆露出来 再把这个接口松开了 两边都松开了 爬上去 再这样放到后面去 爬上去 再把这个螺丝拧紧 你看它居中的位置 在座椅的 儿童座椅的这个画钩 这样直接过上去就行了 这个已经装好 耐式接口的儿童座椅 这里已经装好了 固定儿童座椅头枕